当地球基地的飞行器被敌人拿走时 小星为了自己能有一架飞机 竟拿起了粉丝的主意 就被拿了 小星呢 于是小星便问观众 从小行星上面可以拿到飞机吗 还有什么地方 那种小行星可以弄出飞机来吗 一个人弄不出来是不是 经得知 从小行星上面需要与队友一起 才能开出飞机 而小星又是单排 这可如何是好 一个人可以吗 这两个人啊 两个人我上哪去整啊 抓一个人弄吗 于是小星便想起了 刚才在地球基地打的粉丝 正巧N港的小行星没有被开 小星顺路到N港减686 N港这个行星还没有被弄 有粉丝吗 有粉丝吗 刚才不是有一个粉丝吗 被我打了 还在吗 可喊了半天 也没有一个粉丝过来 而此时毒圈也刷了 小星只能放弃了 一定点两个人是吧 那我就先不开了 那我先不开了啊 不开 一个人开不到是不是 那我刷毒但是也没有用了吧 刷毒是没有用了 于是小星开始搜起了686合居 当搜好之后 小星发现此地没有人搜过 便决定好好搜一下 这里没被搜过 咱们好好搜一下好吧 此时小星发现 在毒圈中的小行星也还可以开 但是始终没有粉丝过来 OK 刷毒的这边还有用 可能这把没有粉丝吧 可能这把没有粉丝 有粉丝的话 来来一个跟我对下暗号 很快 小星在一个集装箱的上面 发现了一把信号枪 我看到信号枪了 呜呜 暗号是什么 暗号就是 开启枪呗 经过小星详细的搜寻 第二把信号枪 也出现在了眼前 又来一把 两把 不知道能不能减三把 然而小星对第三把信号枪 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应该感觉希望不大 这个下面好像没怎么捡过 你们有在下面捡过信号枪吗 下面的概率更少 对不对 就我刚才说那个地方 我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下面的概率很少 最终小星也是只捡到了两把信号枪 为了给观众表演自己的车技 小星表演起了如何通过线宽门 出不去我靠 其实小星是故意出不去的 因为下一秒就会有呼救器出现 为了节省时间 呼救器可以很快的到达圈里 哈哈 哎呀我操了 你怎么才让我找着了呀 借着放呼救器的时间 小星顺便把附近的几个集装箱看了一遍 可回来到散包前 却发现信号枝不够了 完了我感觉药打不上 完了 不行 一走的话药打不上 哎呀我操 哎呀早知道先打药了 我没有 我刚要上去了 我就死了 我刚要上去 我就死了兄弟们 我的还不真死了 经过长途跋涉 小星总算是进圈了 由于圈刷在了野区 小星选择了圈里的一个假车库 怎么都有人呢 说着小星直接就忙了过去 这个位置是必须要拉下的 一下车 小星立马掐了一个顺暴雷 直接就炸死了一个 此时又有一队也忙了过来 小星随即冲进了假车库 在一楼守着敌人的到来 很快一队人也随之冲了进来 我来看 解决了敌人小星在假车库打了两发信号枪 可由于刷圈的缘故 小星只打出了一个空头和一辆装甲车 从空头里捡到了一把M200 便开着装甲车进圈了 蟑螂巨霸 蟑螂巨霸来了 然而刚爬上坡 小星的蟑螂巨霸就被打冒烟了 气得小星立马下车反击 随着小星依据一个小朋友 很快就把对面打崩了 小星立马开着蟑螂巨霸压了过去 张狼巨霸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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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死在阴影里 哈喽了 啊我 我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哈喽 他们这辈子这辈子玩这个游戏就是记 只记得我这个孝山兄弟们 他们只记得我这个孝山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 随着小星这般猥琐的孝声 最后一个敌人也被解决了 来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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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 哈哈 十几哈哈哈哈一门一局二十八勝 拉下拉下